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把邢小玉交过来 好 冯同志 冯同志 后面的敌人追上来了 你们分队留下 一定要把敌人堵住 是 保护好电台 迅速转移 是 据我的情报 共产党特委的几个首脑 都逃跑了 情况 并不像我们预料的那样 对 我们来说 这样更好 您的意思是说 略的亲身在 不怕没拆手 我不明白 都愿意 诸位 每合一仗 我不对冯白军等共党 给予了重创 彰显了我军的实力 大大提升了我军的士气 此次攻打美合 是因为共产党背信弃义 抢地盘而引起的 遵照委员长的旨意 我决定从今天起 停止对琼瓦共产党 抗日游击独立总队的 一切军想供给 并取消其番号 本司令决定 对所有参战部队 给予嘉奖 我们是抗日的人民武装队伍 是不是独立总队 不是由他武道男说了算的 要人民说了才算 自抗战爆发以来 谁在主动应战 谁在消极应付 穷崖的百姓 是看在眼里的 他们单方面撕毁两党协议 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到头来 只能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想怎么说就让他们说吧 没必要跟他们置气 我们也不要气馁 丢了美河 我们都非常痛心 但是 无论我们转移到哪里 我们都有穷崖的人民 冯同志不是经常跟我们说吗 山不藏人 人藏人 只要人民群众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 最后的胜利 该领的功 该领的赏 大家都领了 庆祝胜利的酒也喝了 那我就给大家泼点冷水了 免得有些人晕头转向 喝了酒之后 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我要提醒诸位 千万不要把美河一战 当作是一场大截 从此以后 灯红酒绿 放松警惕 这一仗 共党的首脑和主力 并没有因此而伤筋动骨 据可靠情报 他们缩回了 穷东的老巢 东山再起 绝非是启人犹天 所以我们绝不能 高枕无忧 四弟 高瞻原主 敬请训事 高瞻原主不敢当 还是脚踏实地吧 既然我们捅了共产党 这个马蜂窝 就不能一取了之 务必要穷控猛追 除恶物尽 斩草除根 只有这样 方能消除我穷衙之后患 方能消除委员长心中之忧虑 看来他们为了 蒸地盘搞摩擦 甘愿当日寇的帮凶 特委已经发表了 致穷衙父老身世书 以及致国民党官兵书 我们呼吁 从穷衙三百万人民的 利益出发 派出代表 和他们谈判 但是至今 还没有得到他们的回应 有来无往非离也 我们也要发表 致穷衙父老身世书 和致共产党官兵书 司令 真有这个必要吗 跟他们扯这个嘴皮子干什么 当然有了 他们扯他们的理 我们说我们的理 各执一词 谁分得清对错呀 老百姓知道什么呀 当然了 在斗嘴皮子 扯来扯去的 也都是拖延时间 不解决任何问题 最终还得靠拳头说话 司令英明 我命令 保安集团第五连 第八连 和穷山县游击中队 马上向穷山县龙发香集结 并紧急酬粮 准备奔袭 住属在闲来 树德地区的 共产党第一支队部 和他们的首脑机关 是 是 靖司令放心 我保证在三个月内 把冯白居的独立总队 全部消灭 斩草出根 好 再热多端 调元 时 独立总队虽然取得了 罗鹏波伏击战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 但是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在转移途中与完军遭遇 无线电收发暴击被毁 从此琼牙特委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络中断 这一段竟长达五年之久 好好休息啊 谢谢啊 阿玉 你过来了 啊 怎么还拿着行李啊 我刚接到了命令 马上就要去上学了 上学 行事这么紧张你还去上学 冯同志说了 越是行事紧张 越要把干部培养好 以适应新形式的需要 那去哪儿上学啊 特委在万宁六连岭的北昌村 办了一个穷牙抗日军政干部学校 由李镇亚参谋长主办 他可有名了 听说红军时期就是军事长官了 而且还和中央的几位首长共试过 特有经验 听你这么说 我都想我要是有机会 能去学习就好了 你是医生 又是女的 怎么还重男轻女了 人家刘秋菊同志也是女的 他一人两把枪 你说起双枪女侠 谁不知道是他 他是他 你是你 我怎么就不行了呢 你行 你行 对了 他生的那个娃娃怎么样了 说到那孩子呀 你是真不知道 刚一生下来 嗓门大极了 一个劲地哭 嗓门大好啊 到时候下命令 喊冲锋的时候 传得远呢 就是孩子都半岁多了 还没见过他阿爸 林大队长带着部队 在外线跟鬼子作战 这一时半会儿 是下不来 你有时间都照顾照顾他们 我知道 这还用你教我 咱们的第一个娃娃 肯定是个男孩 谁说要给你生孩子 十多年前你可就答应了 不准反悔啊 阿玉 怎么了 是不是又想起伤心事了 我就是想起阿龙 还有上次小产的事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一起向前看 一切都会过去的 我就是忍不住 阿玉 你要相信我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 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好了 这么多人看着呢 想当初你抱我的时候 不去想让大家看见吗 干吗 你学我呀 好了 好了 你去了好好学习 别辜负冯同志的期望 照顾好自己 站住 干什么干 老左 他们是给皇军送粮的 这是大左先生吩咐的 搜一下 我的脚 你成心了是不是 我成什么心了 我不是没看见吗 你砸到我了 你还有理了你 我又是压到你脚了 压到我脚了 我压你试试 来 压一下 你别打了 你试试 你别打了 你试试 干吗呀 你叫他来 你快住手啊 你干什么你啊 别打了 别打了 太君 息怒息怒 干什么你 二小意思 你收下啊 快送你这去 你息怒息怒 快走 快走 走吧 走走走 快快 太君 息怒啊 快走 快走 今天这一次啊 就是典型的骑袭战 这次任务 大家表现得都不错 特别是成光同志 反应快 发挥得好啊 参谋长可别夸我了 现在我还一身冷汗 没消呢 这次的作业啊 大家都及格了 下一刻 我们讲运动战 方同志 李贞亚同志 到 你们已经批准 就擅自带学员出击 太冒险了 是 我接受批评 可是方同志 我觉得只有这样 才能让大家 学会真正的战争 你别说了 我知道 军事教学我不如你 但我也打了 十几年的仗 我还没见过 有谁把学员 带到敌人的据点 去学习的 我也没听说过 你是中央派来的 指挥干部 你还是我们的参谋长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怎么跟同志们交代啊 以后啊 我一定先向冯同志申请 再行动 没下次 是 还有 下回打仗的时候 要找准自己的位置 你是指挥员 别动不动 抓个机枪就往上冲 今后我一定注意 我要的是一个 能指挥千军万马的指挥员 不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 记住了 现在国民党顽固派 还在对我们进行疯狂的进攻 但国共两党共同的敌人 是日本侵略者 所以我们 要在与顽固派斗争的同时 也要集中兵力 积极地打击日军 这才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对了 冯同志 我有个建议 你说 这军事干校马上就要解散了 让学员们回到原部队去 参加抗日作战 从实践中 得到进一步的提告 我这回来找你啊 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刘秀菊同志 来了 刘秀菊同志 冯同志 想你阿爸了是不是 我本想啊 这几天让你阿爸回来看看你们的 你说阿松啊 当阿爸都已经有半年了 却还不知道 自己的女儿长什么样子 咕咕咕咕咕 咱去那边好不好 他可能现在回不来了 怎么 他出什么事了 没出事 阿松所在的大队马上要去打鬼子 一时半会儿脱不开身 没事 他忙他的 这孩子还好吧 挺好的 都挺好的 就是有一件事 这孩子的名字 这孩子的名字到现在都没想好 我早说让阿松把孩子的名字给想好了 结果你看现在 也不知道他啥时候回来 也许阿松啊 早就已经想好了 冯同志 听说咱们要打美德据典了 具体时间还没有定 特委决定 由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共同执行 我也要参加 你参加谁带孩子啊 你看你看 又来了 那我也不能光带孩子 不参加战斗是吧 再说了 早知道这样 还不是当初让我 行了 这工作不一定非得在战场上 冯同志 你现在的民运工作 同样重要 阿松已经上前线了 你就好好地待在家里边 为我们培养革命的接班人 冯同志 就这么定了 我看看 我看看 行行行 冯同志 我听你的 不过 你得给我据准信 等着孩子再大一点 你就得让我去参加战斗 不然我的枪啊 真该绣了 行 好 走 可这你看 美德村 位于文昌县抗日根据地 与日军占领区的边缘 日军为了分割 控制穷文抗日根据地 特意在美德村 设置了一个据点 这个据点 与日军的谭牛 大致破两个据点 呈三角态势 三个据点 遥相呼应 队友们独立总队 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所以 我们必须彻底拔掉这个钉子 我们必须彻底拔掉这个钉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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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不是国民党的正位军 而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他们 这条土强土豹还敢 跟我们皇军作天 给我吹 抢灭他们 报告 家同队长 谈旧方向响起了枪声 皇上们 这点枪声就把你牵成这个样子 我是家藤 家藤队长 我们遭到攻击的袭击 什么 请出兵增援我们 马上集合队伍 增援探紐 是 奘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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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给我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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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7月4日美德战斗 攻击日军六十余人 击毁日军军车多辆 缴获大量战力艇 开创了对日作战以来 两个支队联合行动密切配合 尖敌于运动之中的战力 兄弟们 打 快撤 快撤 兄弟们 冲啊 快撤 快撤 快 朝那边撤 让开口子 让他们出来 林茂松大队在路上等着他们 好 早后准备 快 快 快 给我打 快 死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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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撤 没叫你打死他 我要马活着 是 队长 我看他死了 老黄 你可真行 打下来个大官 又弄了匹好马 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吧 胡说 我可是百发百中 这叫真功夫 你就吹吧 浪费那么多子弹 你咋不说呢 那可不能怪我 大队长说要抓活的 我就想用子弹 把他下下马来 谁知道李春农那小子 死活不下马 没办法 我只好让他吃子弹了 不过这马 比他懂咱们的政策 李春农倒地 他乖乖地站在原地 等着咱来俘虏 干吗你美的 说得神了 真不错 这马长得真好看 骑马也得是 团长骑的吧 还真让你说着了 阿聪 是团长 不过 他的官 可比团长还要大一些 大队长说了 被我打死的那个家伙 就是一直和我们叫气的 保齐团团长 兼守备副司令李春农 还是少将呢 真的 少将 少将的吧 那我得骑去 干什么呢 人家黄可泽都没骑 哪轮到你们了 人是他打下来的 马呢 是他俘获的 老黄 你来 不不 我不会 有什么不会的 大姑娘上教 总有头一回嘛 来来来 快点来吧 来来来 来来 快点来 下马 来 走 好 好 好 能来吗 笑我像样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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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会骑了 反正他摔不下来我 那好 你现在骑着他 牵着也行 去总队 我去那儿干吗 去了你就知道了 是 还有啊 把这个烧给我媳妇 到总队一问 你就知道了 烧点啥不好 烧这碗呀 当尿盆还差不多 真让你说对了 这个就是过姑娘当尿盆用的 真有你的 何时清楚了 确实是李春农 就是这个贝勒 吴道男正给他开追刀会送葬呢 国民党的顽固派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们应当做好思想准备 你放心吧 准备好了 冯同志 你们要见见英雄来了 好 首长好 黄可泽 干得好 首长过奖了 真紧声 真是匹豪马 这是一匹豪马呀 林茂松说啊 这个是送给总队长的礼物 我可承受不起 这个是送给我们全总队的礼物 这么多年了 我们部队还没有过一匹战马 以后啊 汽车也会有的 没错 国民党只说不给咱们发军饷 可没说不给咱们送车送马啊 走 回住地 好 去 去 这个呢 是穷衙 这个是共产党 独立总队 我看就叫阿妹 这个是抗战 都这么叫 人民群众 现在是在咱共产党的独立总队 蓝女平等 你那也太落后了吧 成队长 你以前当过老师 有文化 你给起一个吧 我看啊 就叫穷英 将来啊 做咱们穷衙的女英雄 这个好啊 好啊 不行 这个好 叫抗战 多硬起 哪有女孩子叫抗战的呀 就是啊 这个女孩子的名字 咱们就叫美和吧 这样吧 还是让林大队长 自己起一个吧 毕竟她是孩子的阿爸 对啊 大队长 你起一个吧 说给我们听点 就是 叔叔 叔叔 早就该请我这个阿爸开口了 姑娘是我的 你们跟着瞎吵吵啥 有本事 自己生就去 大队长 你这么说可就太不仗义了 女儿是你的 可以是咱们独立总队的呀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好了好了 你们这些阿叔们呢 听我说 我的女儿 我就想让她成为一个普通人 我起的名字 不求荣华富贵 也不求当什么英雄 反正很简单 不过啊 现在不能告诉你们 为什么啊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因为啊 我还没想好呢 大队长 你这还卖关子呢 好了好了 你们跟程队长学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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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香 我看呢 这个方案行得通 冯同志 麻我已经刷好了 好 这个 你帮我亲自交给琉球局 就跟他说我的命令 让他跟你一起去探二大队 全面了解战斗的情况 回来向我汇报 另外呢 让他把孩子也带上 你是说 一定要平平安安地 把刘秋菊母女 送到林茂松的身边 是 还有 这筐冰榔 你帮我捎给阿松 让他提起精神 多打设个仗 是 1942年1月12日 林茂松在战斗中 壮烈牺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女儿 我就想让她成为一个普通人 我给她起的名字 不求荣华富贵 也不求当什么英雄 我得好好想想 想一个对得起她的名字 想好了 我就把它写在我手心里 它是我手心里的宝 新架上的肉啊 羽香 阿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目前共军遇到最大的问题 是生存问题 要想生存下去 就必须先找根据地 我分析来分析去 五指山山高林密 又在琼崖腹地 共党最有可能 把五指山 作为他们的根据地 五指山 那住的都是黎苗族人 是啊 司令 共党进入五指山 黎苗族人必然不会同意 再者 日本人在后面 紧紧地盯住他们 他们现在是两面受敌 离他们灭亡的日子 不会太远了 刑副参谋长所言极是 只要诸位 京城团结 通力协作 消灭共党 指日可待 散会 好 老爷 老爷 得到 orph ребят 老爷 老爷 有一个叫宫本的日本人要见你 他说是您在南洋时学矿业的同学 亲子 找您可真不容易啊 宫本先生 你是不请自来啊 那当然 老同学 看来你还没忘了这老本行啊 我们可以坐下说话吗 请自便 我现在 是大日本海南矿业竹石会社的副总工程师 我一上任 就想到了你 可惜啊 你把自己辛辛苦苦开的矿给炸了 什么资料也没给我留下 矿的确是我炸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 那个矿 是我自己的 我有权利炸掉它 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了 提起来 会很伤感的 有话直说 合作开矿 我没兴趣 开矿是立国立民的好事 可是我不明白 行赏为什么这么抵触 比如石鹿铁矿吧 我们日本人为了开采它 修了铁路 建了八锁港 还建了发电厂 以及其他的辅助设施 不光这些 我们还对三亚的田毒铁矿 进行了正式开采 当年的开采量 就达到了七十万吨呢 这不正是你 所要达到的目标吗 接下来 我们还要开采 屯昌阳脚岭的水晶矿 还有屋 锡等等 对了 你的那个铁矿 也是很有前景的嘛 我已经不干这行了 太可惜了 老同学 当年我们在南洋留学的时候 班上就你一个中国人 你是公认的 很有前途的采矿专家 到现在 我还是这么认为 此一时 彼一时 我再说一遍 我已经彻底不干这一行了 恕我直言 叫你去合作 这可不是我个人的意思 我知道 在你工本的背后 有日军的飞机大炮 工本 我念你我在南洋同窗三年之一 我不想让你自讨没气 俗话说 道不同不相为谋 心丧 老同学 你们中国人常说 十十五折 为俊杰吗 现在这里 是皇军说了算 不见得吧 你们可以攻陷一个城市 一个据点 但是你们 征服不了这里 想不到 当年一心想失业救国的 心丧 居然关心起政治了 我只不过是一个 普通的中国人 心丧 不要不听我的好言相劝 我累了 走不动了 爹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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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肆 这是我的老同学 不得无礼 老爷 老同学 这是何苦呢 走 到我那里 去治疗一下吧 公伯 你还想干什么 老同学 我只是教你 到我那里休息休息 我不会 让你 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知道 你有一个女儿 还有一个儿子 现在 跟我们大日本帝国对抗 这是皇军 绝不允许的 好你个公伴 老爷 请吧 老爷 老爷 不要怕 有些事情 是躲也躲不过的 快 快 嗯